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书孙通传 上次讲到 殿下郎中夹壁 壁已数百人 下边一句 功臣列侯朱将军 军历 以赐陈西方 东下 这个东后边 是乡村的乡的繁体字 但是在这呢 就通那个方向的下 就是东向的 就是朝向东 面向东的意思 功臣列侯 朱将军 军历 这些都比较好懂 军历呢 是指低于将军的 军官 这些人呢 都按照次序 按照什么次序呢 就按照他们 官阶 高低的次序 陈西方 就是在 西边的 台阶上 站立 面向东 文官 成像以下 陈东方 西下 这比较好懂 大行 射酒宾 卢沟船 大行 在这儿 是指 朝廷内 掌管 礼仪的 官员 射酒宾 就是 设置 九个 冰相 接待 冰客 和 船话 这个大行 又叫大行令 刚才咱们说的是 掌管礼仪的官员 卢沟船 就是 依次 船告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 上面往下传话 叫 卢 下面往上传话 叫 沟 这个句字呢 在这儿应该念 沟 卢沟船 所以就说 上下 互相传话 下面呢 咱们把这几句话 给大家翻译一下 汉七年 常导工程 诸侯 群臣 在十月 举行 抄会 礼仪规定 天亮之前 业者 指挥 礼仪的进行 他按照 官阶的 高低 依次 把百官 领入 宫殿的大门 宫廷中 陈列着 车辆 骑兵 和 警卫的 官兵 卫队长 摆下 各种兵器 挥舞着 许多旗帜 店内的人 传令说 快走 宫殿下的 百官 就依次 站到 店前的 台阶 两侧 台阶上 站着 几百人 功臣列侯 众多的将军 军官 按照 官阶的 高低 站在 西侧 面向东 文官 文官 丞相 等官 站在 东方 面向 西 大行令 安排下 九个 兵相 为皇帝 和百官 传送 话语 下面 于是皇帝 碾厨房 这个碾 大家看呢 它下边 有一个车 上面的是 两个夫 这个夫呢 应该代表 人 所以 这个碾 它的本意 就是指 人 拉的车 秦汉以后 大多呢 用于 专指 皇帝 乘坐的车 叫年 所以这个字呢 咱们考虑一下 从六叔考虑的话 它也是 会议字 前面两个人 后面一个车 所以它指 人拉的车 后来呢 是特指 皇帝 坐的车 在这呢 就是指了 皇帝 坐的车 百官 执己 传景 执己 是 郎中的别称 又叫 执毛 执 执 这个第二执呢 是执 执业的那个执 官执的执 传景 就是 畅声传号 而戒备 宿静 引诸侯王以下 致立六百代 以赐 奉赫 引诸侯王 就是带领的 诸侯王 以下 从诸侯王开始 到 奉录为六百代的 这个官员 以赐奉赫 还是 按照他们的 关节的高低 次序 奉赫 在这是 就是 祝贺的意思 这个奉子 在这是 敬词 就像今天 咱们说 奉陪 当然这奉陪 现在 现在 变成一个 反义词 孰不奉陪 但是他这个奉陪 最早的意思 就是还是 表示尊敬 所以这奉子 是 敬词 这个奉赫 就跟那奉陪的 那个奉的意思一样 是 敬词 所以后边 他这个奉子 没有实际意思 主要后边 是 祝贺 自诸和王以下 莫不 震恐 肃静 这个比较好懂 震恐 就是 震惊 恐惧 这一句 可以这么翻译 在这个时候 皇帝的车 才从 房中出来 百官 由于 郎中 高声 唱警 而 戒备 肃静 从 诸和王 到 奉陆为 六百旦的 官员 都被 依次 带到 皇帝面前 恭敬的 庆贺 从 诸和王 以下的 百官 都感到 震惊 恐惧 而 毕宫 毕进 下边 致礼弊 敬福 致礼弊呢 就说 这个整个的礼仪 都结束了 敬福 这个福字呢 在咱们现在汉语里呢 就是趴下了 是吧 但是这个地方 他可不是趴下了 而是 身体向前倾的意思 用身体向前倾来表示 恭敬 值法酒 这个法呢 是礼法 法酒的意思呢 就是礼节性的酒 不能够 没了没了的喝 只能适当的 礼节性的喝一点 这种的叫法酒 诸是坐殿上 皆 福 一首 诸是坐殿上 是坐殿上 是坐殿上呢 本来是一个 这个 动词 加上 名词用作状语的 是坐在殿上 就是在 陪 陪着皇帝 坐在殿上 其实呢 这儿应该有一个 是坐殿上者 他省略了 就是这些陪着皇帝 坐在殿上的人 这些人 都怎么样呢 身体前倾 一手 一手呢 就是 低着头 不但身体前倾 而且 把头低下 这样的都是表示 恭恭敬敬 以尊卑赐 起上寿 还是按照 尊卑 就是关节的高低 的次序 依次起来 上寿 就是住酒 像这个呢 当然是 向皇帝敬酒 商酒行 业者言 罢酒 商 就是 商酒行的 就是 行酒 酒巡 这个商呢 就是酒杯的意思 所以呢 今天咱们有一个词 叫烂商 烂商呢 是指这个江河 发源的地方 江河发源的地方呢 因为水很少 所以只能 浮起酒杯 因为水很浅 只能把酒杯 飘起来 所以呢 叫烂商 后来呢 就是 泛指 事物的起源 这个商呢 也是酒杯的意思 业者言 罢酒 罢酒就是 停止喝酒 御史执法 举不如一者 折饮去 御史执法 都是监督 百官 礼仪的官 的名字 有的叫御史 有的叫执法 举不如一者 就是呢 把这些 就是在整个 行李过程中 做的不够规矩的人 折饮去 折 意思是 这个字很常见 大家应该记住 这个折字呢 在 古汉语里 就是立即 马上的意思 当然它还有别的意思 但是比较常见的 一个意思 就是立即马上 敬朝至酒 无感欢华 实礼者 敬朝 就是从上朝 一直到朝壁 就是从头到尾 的意思 至酒 就是一直摆着酒 但是呢 无感欢华 实礼者 这个欢华 这两个字呢 是同一词 都是 喧哗 喧闹的意思 于是高帝曰 无乃今日 为皇帝之贵也 无乃 这个乃呢 就是财的意思 无乃今日 相当于 五今日乃 这个乃的歌 提前呢 它其实也是一种 强调的作用 就特别 感觉到 感觉到什么呢 做皇帝的尊贵 因为呢 就是因为这些礼仪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和 这课文前面呢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咱们大家回忆一下 前面呢 就是 他 把这个秦朝的礼仪制度 都给去掉了 结果呢 群臣 尹 就是 这些武将啊 都在一块喝酒 争功 罪获忘乎 八件基柱 那大家可以想象 那个场面 或者一些武夫 在那喝酒 喝醉了之后 在那撒酒疯 甚至拔出剑 来砍 那个宫廷里边的柱子 那根本 很不像样 他的皇帝坐在旁边 大家也不把他 放在眼里边 这样他当然 他感觉很不好 但是现在呢 这个从一开头 从这个天亮之前 就得开始行这个典礼 而且非常严肃 非常肃穆 如果有违反的 立刻被拉出去 治罪 所以这个 充分体现出皇帝的威严 这样的这个汉高祖呢 就是刘邦呢 感觉很好 他说 无奈今日之危 皇帝之贵也 他这样呢 他就感觉到 做皇帝的尊严尊贵 高贵了 拜通为奉长 这个拜呢 在古汉语列 很常见 就是牺牲他为奉长 奉长呢 就是管礼仪的官 赐金五百金 赏赐他金五百金 这个金呢 古代这个金呢 不一定是黄金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黄铜的意思 就说那个时候呢 把黄铜呢 当作 也是很值钱的东西 所以赏赐的时候 就赏赐铜 五百金 那也是很多了 就是说 表示了对他的 这个制作礼仪的工作呢 非常肯定 给他这个很重的赏赐 下面呢 咱们把最后几句 给大家翻译一下 到 仪式举行完毕 百官都身体前倾 这时 在他们面前 摆上 法酒 那些 陪皇帝 坐在殿上的高官 也都身体前倾 低着头 按照尊卑次序 站起来 敬酒 多次敬酒之后 业者宣布 停止喝酒 这时 御史和执法 指出 刚才 不可礼仪的人 并且 立刻 把他们带走 这样 直到朝会 皆宿 百官面前 都摆了酒 但是 再也没有 敢于 喧哗 失礼的人 这个时候 汉高祖说 我今天 才知道 做皇帝 是何等尊贵啊 他 立刻 把书孙通 提升为奉长 赏赐他 金 五百斤 下一段 通音禁约 诸弟子 如生 随臣久矣 与共为宜 愿陛下 观之 高地 细以为郎 通出 皆以 五百斤 赐诸生 诸生 乃喜悦 书孙生 圣人 知当事物 这个呢 咱们又可以回忆一下前半课文里边 就是在 很早的时候呢 这些 儒生呢 就对这书孙通有意见 说 你 弟子 世新 数年 进步 进尘 等 专严 大华 何也 就是说你只推荐那些 武夫 甚至以前做强盗的人 而对我们不进行提拔 书孙通 当时就对他们说呢 说你们不要着急 说现在是 打仗的时候用不上你们 所以没法提升你们 等到时候呢 我自然会提升你们 这个时候呢 他就等于是 实现了他当时说的这个 诺言 通音禁约 这个音 在这是 称着的意思 就是称机 可以活以为称机 禁约 就是对皇帝了 对皇帝说 诸弟子如生 随臣久矣 这好懂 都是跟着我 这些弟子 和这个读书人呢 都跟着我很长时间了 与共为宜 就是和我一块 为宜 就是制定了这些 礼仪制度 愿陛下官知 就是希望 陛下您呢 对他们呢 也都给予封官 高地戏以为郎 这刘邦呢 正好他当时高兴 所以这个书孙通 也很会找司机 趁着他高兴 说这话 但是那个 刘邦宜高兴呢 就把这些人 都给提升为了 郎 郎是 也是这个官民 是侍从之之 就是皇帝 周围的侍从 通出 皆以五百斤赐诸生 不但如此呢 他把皇帝赏赐开的 赏赐给他的金 五百斤 就刚刚说的 可能五百斤 黄铜啊 或者是 之类的这个金属 把这些呢 都赐给的 这些 就是他手下的 这些读书人 和他的弟子 所以这些人呢 都特别高兴 书孙圣 圣人 知当事物 这比较好懂 这段可以这么翻译 孙圣通 趁机进言说 这些 弟子和儒生 跟随我 已经很久了 和我共同制定出 礼仪制度 希望陛下 封他们为官 刘邦 把他们都封为郎 书孙圣通 出来后 又把赐给他的 五百斤 全部 分赐给 诸生 于是 诸生 高兴地说 书孙圣 真是圣人 他 非常 实实物 下边一段 九年 高帝 喜通 为太子太父 十二年 高帝 义赵王如义 义太子 通 建约 西者 晋贤公 以离姬故 废太子 立西齐 晋国 乱者 数十年 为天下孝 秦已不早定复苏 胡亥诈吏 自始灭世 此陛下所亲见 今太子仁孝 天下接闻之 吕后 与陛下 恭苦 时代 岂可备哉 陛下必欲 废 敌 而立上 臣愿先付诸 以敬血污地 高帝 公罢以 吴特细尔 通曰 太子天下本 本意要天下动 天下震动 奈何以天下戏 高帝 替 吴天公 吉尚至久 见刘侯所昭客 从太子入见 尚遂无义 太子之矣 这个前面几段呢 主要说的是 苏孙通 他为汉朝 刚刚建立的时候的 这个朝廷呢 建立了 创立了很多 礼仪制度 这些礼仪制度呢 既不像秦代 秦朝那么 繁琐 复杂 又不像 这个 刘邦 刚刚 当皇帝的时候 那么简单 那么简易 而是 刘邦 他能够接受的 比较 严肃的 这种礼仪制度 这一段呢 说到了 苏孙通 对 汉朝的 就是对这个 刘邦时期的 这个汉朝的 又一个 又一个 比较大的贡献 就是 对太子 确立太子 他在确立太子的 过程中呢 也起了作用 九年 高帝 喜通为太子太父 这个喜呢 咱们在这 这个喜呢 在 现代汉语里边 是千喜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 是 提升的意思 太子太父 就是 太子的老师 十二年 高帝 欲以赵王如意 义太子 赵王如意 是 汉高祖 刘邦的 儿子 他不是 吕后生的 是 弃夫人 是生的 高祖九年的时候呢 把这个 赵王如意 封为赵王 把这如意 封为赵王 到了这个 十二年的时候呢 被 吕后 毒死 太子呢 就是 汉惠帝 他是 吕后 所生的 所以按照 这个制度来说呢 这个太子呢 就应该是 因为 吕后是 他的这个 刘邦的 这个 第一夫人 而且呢 汉惠帝的 年龄也最大 所以是 嫡长子 应该是 嫡长子 继承 数字分封 按照 以往的制度 但这个地方呢 由于 这个 汉高祖 刘邦呢 特别喜欢 那个 弃夫人 所以呢 他就想 把弃夫人的 儿子 如意 赵王如意呢 立为太子 这个时候呢 这个 书村通 他就 劝说 通建约 就是他劝说 刘邦 西者 金献公 以黎姬顾 废太子 立西齐 这个是 怎么回事呢 就是春秋的时候 晋献公 宠爱 黎姬 他 听信 黎姬的谗言 而废了 原来的太子 深生 而立 黎姬的 儿子 西齐 为太子 结果呢 由此呢 就引起了 这个 晋国的内乱 深生 最后呢 自杀 公子 崇尔啊 就是咱们 在讲这个 左传的时候 曾经 不止一次的 提到过 公子 崇尔和 乙武 都出逃 这个事情呢 是公元前 六五六年 到六三年 六年呢 公元前六三六年呢 崇尔呢 才返国 返回 鲁之位 成为了 晋门公 晋国呢 才安定下来 所以这个事情呢 可以说呢 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就是说他 废狄立数 就是把狄长子 废掉 而把别人的 孩子 比较小的 儿子 立为太子 是什么样的 恶果 这个他先 举了这么一个 例子 下边他又举一个例子 就是秦朝的例子 秦朝这个例子呢 很近 离这个 刘邦 是刘邦 所亲建的 秦已不早定 复苏 胡亥乍吏 自使 灭四 秦朝呢 这个复苏呢 是 长子 他 应该把他呢 立为太子 但是呢 由于这个复苏呢 他这个经常 给秦朝提意见 所以秦朝呢 不喜欢他 所以没有 把他尽早的定为 太子 结果呢 他的弟弟胡亥 乍立 就是 这个乍呢 就是欺骗的意思 就是他 却自己成为了 这个 把自己立为太子 这样呢 也是 自使灭四 就是自己呢 造成了 灭四 这个四呢 本来是祭祀的意思 就是说 自己把自己的 这个 祭祀给灭掉了 这个祭祀呢 主要指的就是 就是等于是 继承 就是一代一代的 往下传 自己把自己 自己的 这个继承的 关系给断 使陛下所亲建 这是刘邦 他所亲眼看到的 金太子仁孝 这个太子呢 指的就是 这个 汉惠帝 天下皆文之 就太子非常 又仁德 又孝顺 天下都知道 吕后 以陛下 恭苦时代 这个 恭苦时代 可以理解为 就是 共同的功课 辛苦的事 而 吃 无味的 食物 食蛋 这个蛋呢 通这个三点水 就是咱们今天说的 那个 蛋而无味的 那个蛋 就是没有 没有味的 食物 这是汉书里边 的注 就是共同功课 辛苦的事 而吃 无味的食物 就是说 就是今天咱们说 这个同甘共苦的意思 就是他们一块 经历了很多苦难 欺和被灾 就是说不能够 难道 这个 这个旗呢 通那个 旗有此理的旗 难道可以背叛他吗 意思是说 你也不应该 背叛吕后 陛下 必欲 废敌 而立少 臣愿先扶诛 以 净血 无敌 这个 废敌 必欲 废敌 必还是一定 欲是想 废敌而立少 就是 废敌长子 而立 年轻的 臣愿先扶诛 我就要求 我希望 我先扶诛 扶诛是受死刑 我就先去死 以净血污地 这个污呢 本来是 弄脏的意思 在这可以活译为 染红 就是用 我的一腔热血 来 染红这个地 这个地方呢 大家也可以 回忆一下前面 前面呢 这个书村通呢 好像他 有点 玩世不恭的感觉 但是在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呢 他碰到这个 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 因为古代的立太子 其实就是一个 接班人的问题 这个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特别对于一个 岁数很 很大的 这个皇帝来说 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太子 立不好的话 那就会 确实会引起 国家的混乱 所以这关系到 汉 汉朝的 这个整个天下 流逝的天下 所以呢 这个书村通 碰到这种大事呢 他也是非常严肃 甚至他说呢 这个 先扶诛 就是用 用死 来 向这个 刘邦 来劝谏 好 这节课 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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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